我们都知道生长板关闭之后 就没有办法再长高了 但只要在生长板关闭之前再努力努力 还是有机会可以再长高的 像梅西亚就是把握了生长板关闭前的黄金时间 用了生长激素疗法 才有机会从原本只能长到130公分的注入症 最后长到169公分 我们今天才有机会看到他在足球场上的精彩表现 那生长板什么时候关闭呢 这时间点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大多数的人到18岁之后都会关闭 在关闭前生长板最活跃 也是长高最佳的时间点 差不多就是在国小到国中的这个阶段 这阶段用什么方法可以促进生长板的发育 又有什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会不小心变成生长板的阻力呢 我这一集就要为家里面有小孩 或是即将担父母的观众 来告诉你们怎么把握小朋友长高的黄金发育期 哈喽大家好 我是Josie 我们的骨头在发育的时候不是整根变大 而是从两端这个白色的地方长出新的骨头细胞 这个白白的地方就叫生长板 它是影响你身高最重要的组织 所以如果想要长高 我们就一定要在生长板关闭之前好好照顾它 而影响生长板发育的因素有哪些呢 科学家们整理出了四个最重要的因素 分别是遗传 睡眠 饮食 还有运动 身为物理治疗师 我就针对其中的运动来跟你们分享 这些说的运动其实包含了两件事 一是给它足够的动力 让生长板能在关闭之前拼命工作 而另外一件事就是减少阻力 排除一切会干扰生长板工作的因素 而其中减少阻力又比增加动力还要重要 因为小孩的发育可以用木桶效应来比喻 木桶效应就是在说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 其实是取决于最短的那个木板有多高 所以小孩能长到多高 其实就是最差的那个条件决定的 我们一定要把最低的那个木板给修复起来 才能再来研究要怎么让它长得更高 在发育期的小孩 全身大部分的骨骼 几乎是一天24个小时 每分每秒都在长大 所以可塑性非常高 这样的前提下 不要维持同一个姿势太久 就非常的重要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身体一整天都歪一边 骨头其实就歪着长一整天了 你可不要想说只要明天歪成另外一边 不就可以调整回来的吗 那是不可能的哦 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我们绝对没办法做到两边歪的完全对称 一定会有地方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把它歪回来的这个方法是不可行的 那我想考考你们 如果翘脚的时候左边翘一下 再换成右边翘一下 这样可以平衡吗 除了翘脚这种不良习惯之外 现在的小朋友还会遇到另外一个大难题 就是读书写字 其实不是只有大人会有久坐的问题 小朋友在学校上课 在补习班上课 回家又要写作业 他们坐着的时间一点都不比大人短 坐着其实没有任何问题 但最大的问题在那个久 久坐对发育期的小朋友来说 是一件能闪多远就闪多远的事情 但是又不可能不读书 所以我们能选择一些可调性比较大的桌椅 让小朋友可以站一下子坐一下子 目的就是要避免维持固定的姿势太久 这样我们就把最有可能成为生长版 发育阻力的一个重大因素给消除了 既然生长版五时无刻都在生长 那我们是不是要尽量不给生长版压力 才能避免发育不良呢 其实正好相反 适当的压力对生长版来说是超级重要的 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反脆弱系统 简单来讲就是用劲废退 你只要给它适当的压力和充足的休息 反而能让身体变得更加强壮 我们的生长版也一样 想要刺激生长版 我们要做的运动花样越多越好 你可以打排球羽毛球 练跆拳道打篮球 跳绳等等等等的 这些运动的目的 就是要尽量让全身的每个关节都动起来 尤其会频繁用到跳跃这个动作的运动 因为跳跃对生长版的刺激作用会最明显 除了这些运动之外 我们还可以搭配适当的阻力训练和拉筋 阻力训练像是拉弹利带 弓箭步蹲 棒式等等的 这些运动可以增加肌肉的力量 让肌肉力量能跟得上骨骼的发育 假如今天你身体长高了 但是肌肉力量跟不上 上半身没力就容易驼背 下半身没力就容易有功能性的扁平足 或是X星腿 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虽然长得很高 但他们的体态看起来有可能歪歪的 其实就是肌肉力量不够支撑他的骨架所造成的 最后一个关键运动就是拉筋 要拉筋的原因是因为运动完之后肌肉会变紧 变紧之后循环变差 小朋友就会经常觉得这里痛那里痛的 这种不舒服其实还算小事 严重的是这些酸痛可能会让小朋友变得不爱运动 或是为了避免酸痛而养成一些奇奇怪怪的代偿习惯 这样可就麻烦大了 所以这次我安排几个很适合在家里面带着小朋友一起做的亲子运动 包含了跳跃 伸展还有阻力训练 亲子之间一起运动可以促进感情 让大人也可以一起获得健康的身体哦 第一个运动动态侧边拉伸 手插腰左脚往前跨过右脚 屁股往右边推 右手往左上方延伸 注意身体不要前后倾斜 有拉到侧腹紧紧的 就回来重复15下 这运动在我之前的动态拉筋影片也有分享过 动态拉筋的要点就是快拉到紧的时候动作放慢 手指稍微出力往左上方延伸 这动作可以伸展到侧边的肌筋膜 还可以拉开关节肩的间隙 非常适合作为运动前的暖身运动 这里要注意的是手不是往上甩 以免肌肉刹车不急变成拉伤哦 第二个运动开合跳 轻微拉伸之后我们再用大开大合的动作加强热身 跳跃的动作可以刺激伸展版 手往上的时候脚打开 往下的时候脚合起来 用脚尖着地膝盖微弯 开合开合 在做开合跳的时候可以尽量让身体跳的更高 这样有氧的效果会更明显 跳跃的动作也可以用跳绳取代 我有翻到一篇养名大学的研究 每天累计跳绳30分钟持续20多个礼拜 可以比不跳的人多转出1.5公分 跳30秒休息15秒 一共做3次一天做3组 在亲子之间也可以互相比赛看起来体力比较好 输的那个要洗碗哦 跳完之后会有点喘心跳也开始加速 结束的时候先用原地踏步让身体缓一缓 第三个运动核心肩膀强化 接着让上半身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来做肩膀与核心的运动 手掌撑着地上手肘伸直 如果手比较没有力气 可以在比较高的平台 像是沙发或是比较稳的宽椅上支撑 垫脚尖 腰椎保持直线不下坠 膝盖往前弯 把膝盖往手肘的方向碰 注意不要弯腰哦 两边做完三一次 一共做12次 一天做三组 这动作可以锻炼核心和肩膀的稳定度 可以避免小孩将来有圆肩 或是异状肩胛方面的问题 第四个运动 前后脚弓箭步蹲 手插腰 双脚与肩同宽 右脚往后快大步 蹲下去 接着手回来 换成左脚往后快大步蹲下去 再手回来 左右来回算一次 一组做12次 一天做三组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要保持核心收紧 骨盆不歪斜 膝盖不要往内掉哦 下半身的肌肉力量 对发育中的小朋友也很重要 这动作可以训练平衡感和骨盆的稳定度 可以避免将来有骨盆歪斜方面的问题 是一个很棒的双脚交互运动 第五个运动 高抬腿踏步 上半身打直 大腿弯曲90度 小腿放轻松不要勾 尽量将脚抬到肚脐的位置 在抬起的过程中要注意不要弯腰 尽量都要保持骨盆不动 单脚站保持骨盆不歪斜这个动作可以练到平衡感以及核心 这动作很简单 适合大人小孩一起动哦 左右抬腿舌下一天做三组 也可以试着一次抬起后保持稳定30秒 谁先晃来晃去的今天就要倒了色 以上我规划的这五个运动 包含了跳跃阻力核心运动 但最好还是可以出门做一些打篮球 排球等等的户外运动会更好 建议6到17岁的小朋友 每天至少要有一个小时以上的运动 而且晒晒太阳还可以降低近视的发生几率 那我帮大家总结一下 想要长得高就要给生长板足够的动力和减少阻力 而影响生长板的因素有4个 遗传、睡眠、饮食还有运动 其中运动的部分就是每天户外运动一个小时以上 和不要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不动 如果不得已要花很多时间读书的话 可以挑选可调性比较大的桌椅 像Best美人学院的儿童书桌 符合国小、国中各个成长阶段的小朋友 可以调整高度、作战交替 桌板也可以依据写字和阅读的情境 调整不同的倾斜度 不让小孩提早变成低头足 Best美人学院门市拥有多家儿童匹牌产品 一次体验各款成长桌椅 不需要跑遍各单专柜 一对一的专人介绍 为家里面的小朋友创造健康的学期环境 我之前有一位病人说 他小时候都没搞那么多有的没的 不是都也长大了吗 我就跟他说 所以你现在身上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解决啊 其实在找资料的时候 挖到早期有一批研究说 重量训练对生长板有不良的影响 所以坊间以前才会有重训会长不高的说法 但其实这个研究结果很快就被推翻了 最近的研究结果都显示 有良好设计的阻力训练 并不会对生长板产生危害 反而还可以提高运动表现 和减少运动伤害的几率 简单的来说就是利大于必了 其实小朋友真正的起跑点就是家长的观念 观念越正确 小朋友的生活环境就会越科学 让小朋友在发育期间就养成运动习惯 维持良好体态就能很大程度的改善小朋友未来的身体健康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的所有内容啦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的资讯对你有帮助 帮我按个like 或是分享给身边家里面有小孩的朋友看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 拜拜